我们只要反映我们 赶快信所承诺 赶快重建 重建家园 转身走进封锁县 前方是熟悉的家 却不是最初的模样 大直民宅他县案 连带影响双号住户 铁门变形这样子 还会担心他们的地基都松动了 周边住家并非重建户 但距离崩塌建筑只有数十公尺 部分民宅出现裂痕漏水状况 短期居住看似没有危险 但结构可能已经受损 我要检查一下 周遭的环境 适合能不能适合我的住 水沟跟薄油路面有点点分 这样还是危险 部分林静峰他的受灾户 希望扩大公办都庚 呼吁北市府别等未来出问题 才说要严正处理 这部分我们都会纳入考量 当然如果能够争取到 大街坡的都庚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所乐见 那家里是不是有裂缝 需要补强等等 我们会启动我们住户去勘检 由我们的技师去勘检 那么每一户都会有记录 那这个记录下来 我们也会逐户的去做这个修缮 都发局以住家修缮为首要任务 同步召开书名会解除居民疑 但他县民宅就在一旁 是否能让住户彻底放心 考验是否应变能力 三连新闻 各位新闻 SNC小组台北